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呢要去清净农场 往清净农场跟河欢山的条项口 所以早上呢 吃开我过后随便吃个早餐吧 然后就过去了 从普里镇民宿出发 走台十四线公路 一路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 上到今天的第一站清净农场 清净农场位于台湾南投县仁爱乡 海拔约1750米 是台湾高山农场之一 被誉为雾上桃园 清朝时期此处为赛德克族雾社群的牧场 日治时期呢改为工营牧场 而战后由南投县政府接收 成为县政府的直营雾社农场 在1960年 南投县政府转任给退普会 改名为建勤农场 又于1961年改名为清净农场 取自空气清新任军曲 静地优雅是先居一词 朋友们我们现在到了清净农场 刚刚呢我们从 我们从普利 然后沿着它这个盘山路一路 哇 左绕右绕左绕右绕 简直是山路十八弯 上来了清净农场 因为清净农场是在高山嘛 所以呢这边还挺冷的 然后刚刚上来那个山路真的挺险的 因为摩托就是像一个发夹弯一样 左绕右绕 哇 终于终于上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进来呢这里是清净农场的门口 像一个城堡一样 然后我发现这边好多带小朋友的家庭 因为农场可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玩 可以喂养啊什么的 然后因为现在是在高山上面 所以这里的风景还挺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这里貌似要买门票 我们先买个门票进去 你好我要两张残忍 好两个人四百块 可以刷卡了 可以 好那我要刷卡 好四百块刷卡 我们全票两百在园区商店 如果买东西有折扣 好 你的刷卡四百块是免签名的哦 好谢谢 谢谢 是一个小绵羊 刚进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要来这里干一个张在手臂上 然后呢我们刚刚买票是成人票是两百元一张 这里的羊是随意散羊的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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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呦 这个拉拔拔 羊拔拔 这里有炒饲料贩卖机 然后我们现在买一包三十元 我还没有要打开 啊 又这个我跑了 哈哈哈哈 我知道我知道 等一下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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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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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好湿啊 他的手头热热的 他用手头来填 我的手掌热热温温的 然后这两只一直追着我 他看到我拿纸袋 然后他就追着我跑 我的天 可是明明他们有草吃 为什么我还要买草 地上都是草诶 欸 这一只好可怕 亲近农场 他就是一整个在高山上的农场 然后这羊都是放羊的 所以你进来这个园区里面 随处走一走 就可以看到有羊 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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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欸 真香 他的毛 他的毛好厚哦 真可爱 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啊 这个编号是1022 这草都被他们吃秃了 漫山的草 但是草 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原因 都发黄了 然后他那里非常用力地啃这个草 草都秃了 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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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太多了 这里 全人家出洞 欸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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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谁给谁 给你给你 OK OK 别抢 不要咬我 欸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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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好 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不要咬我的手啊 呜 呜 呜 他打噴嚏 打到了我嘴里 他拉死了 刚 刚听这羊打噴嚏 打到了我的嘴里 太恶心了 这只羊被剃毛了 好给你给你 这个羊哦 他在那个山坡上吃草 这个草都被他吃秃了 四十五 香肠很好吃 四十五元一只 然后再配上大蒜 香肠配大蒜 绝备 从农场出来 旁边就是一条美食街 就是有卖一些什么 豆干玉米 还有 还有什么大厂 不知道 小厂之类的 我突然感觉 这个园区里面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 三分之一的香港人 三分之一的印尼 跟泰国花椒 就非常多外国人就对了 在这个青净农场这边 然后 从青净农场上来这边呢 你除了可以在草原这边 青净农场的草原这边逛以外 你还可以走他的天空步道 可是天空步道的票跟青净农场的票 是两个票 就是你要分开买 从青净农场再往上走 有一个五岭 五岭呢 就是台湾公路最高的点 然后 还可以去河欢山 那边的话 因为海拔比较高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更漂亮的山的风景区 你是奶牛马吗 你好 你是从哪里开始徒步 宜兰 宜兰 哇塞 环岛徒步 二十天 那你打算多少天回玩 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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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在下面看到你 你走得好快 哈哈真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来不及 我可能会来不及六十天 因为太多地方好玩了 对 对 那你等一下会经过 五岭下去 五岭明天 诶 后天 因为明天会下雨 那你今天走到哪里 今天我应该会走到 松岗那边 哦 然后 搭车下去 然后明天就在 埔林那边逛一下 之后 再上去 太强了 碰到一位徒步 环岛的朋友 对啊 今天是第二十天 二十天 然后你第一天是从宜兰过来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打算 六十天还完 到 天啊 那应该是来不及 加油加油 太强了 你有自己在做自媒体 对对对 就是稍微拍一下 好厉害 但我 你有拍吗 有点懒得拍 哈哈 那你没有记录放在 網络上 我就是自己 喜欢自己做一些简单的 哦 太强了 因为刚刚我们 习摩托上来的时候 我看到 他 然后 好快 就来到了清静 加油 好 走 谢谢 离开清静农场 我们打算继续往中央山脉上行去到武岭 此时度我们还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 也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挑战 武岭海拔大约有3275米 是台湾公路最高点 也是东南亚公路的最高点 地处中央山脉北段 和欢山东风和主峰之间处 位于台14甲县31.5公里处 在太鲁阁公园西部 冬季的武岭还会下雪 也有一番风味 武岭可谓是被骑行者视为 来台湾必挑战的骑行路线之一 台湾有不少骑行比赛 譬如东进武岭路线的台湾自行车登山王等 武岭也被单身媒体GCN 欲为一生必骑十大单车路线之一 全程爬扑的路线 我看我还是安静的坐在摩托车上面比较好 什么一生必骑这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啦 不知不觉山里的空气变得湿润起来 感受到了满满的雾气 能见度直接下降到5米开外 这不外乎增加了骑行的危险性 一路上都很少看到骑机车的朋友 我们只好慢慢跟着前面的汽车 至少减缓速度可以防止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 经过21公里的山路来到了3275米的武岭 此时温度急速下降至8度 寒风瞬间带走了体内的热气 这时我只想赶快和纪念牌拍照 然后迅速下山 此地不宜久留啊 这些个武岭3275公斤高 我们到武岭了 我们到武岭了 武岭我们上了武岭最高点 我们是骑摩托上来的 对我们从埔里上来 然后这边下去就到台湾的东边了 我们不会去东边了 我们会远路返回 远路返回 等一下我们要经过那个发脚弯 它这个路就是这样非常 它的弯非常小 它的弯道很小 然后呢 一个弯接着一个弯 然后你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就整个山头起雾 然后你就能见度差不多5到10米左右 然后呢 就开得非常慢非常慢 然后它的道路就是 只能一辆车通行的那种路非常小 这里有一个山越解说图 就是说从武岭这里 如果天气好能震度好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看到 荷欢山峰 齐来主山 卡罗龙山 齐来里山 跟一些玉山 齐来南峰 南华山 但是呢 今天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原因 但是 现在就是前面 什么都看不到 白茫茫的一片 武岭这里其实就是公路最高点 然后它有一个 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 然后呢 周围就是 停车场 那冬天什么都看不到 踢宝吗 来到浦里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浩温泉 浦里呢 有非常著名的温泉 但是周围有非常多温泉的民宿温泉酒店 那今天呢 我就来到浦里一家叫浦里香根的一个温泉酒店 它是有大重食 所以呢 就算你没有在这里住宿 你依然可以来这里泡温泉 那我们现在就是去买票啦 换好了泳衣 现在要去下水了 它的那个池子是在室外的 如果是室外的话你就要换上泳衣 然后它是男女一起 然后如果是室内的话它有裸汤 就是男女分开 然后但是是全裸 你不需要穿泳衣 然后呢我们就泡室外的就好了 裸体有点小尴尬 而且我们准备了泳衣来 所以现在就要出去了 我们下来 老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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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泡汤 然后这个泡汤呢 我现在泡的是36度8的 它是一个大重食 蹲下来很大重 然后呢它要在泳帽 因为那是卫生问题 然后这里有很多暗干丁 不好意思拍到辣门 这里还有一个40度的时刻 我们去40度吧 还好这个外面没什么人现在 刚有一群暗干丁的 他们已经走了 然后呢现在这外面没什么人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还挺舒服的 它是一个露天的 然后它有那个横搭着 所以不会被晒到 就如果有太阳什么的还不错 然后有几个是有冷水池 有热水池 冷水池的话冬天就不方便下去了 我觉得还可以再烫一点 太舒服了 我感觉这个温泉它泡下去 你的身体感觉滑滑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晃智晃晃晃的原因 然后我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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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就到了一会儿 我觉得这个四十度的水还真的挺热的 全身现在脸全部都发红了 这个冷水应该几度 有没有十度 十多度吧 太冷 哇 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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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可以了 到你了 我不是很不敢的 太冷了 这位小姐要挑战冷水了 下水 下水 安哥问你那么冷吗 冷冷冷冷冷 可以起来了吗 可以了 起来了 起来了 我还去热水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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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哇 散不散 太散了 哇 太散了 太刺激了 好舒服啊 泡完了 太舒服了 冬天泡一个温泉 实在太爽了 全身非常的暖 然后现在出来一点都不冷 泡到我肚子都冷了 然后刚刚我们两个泡的时候都没有人 后面都 人都走光了 觉得我们两个包场 现在我们要去找吃的鸡肠露露 非常饿 现在 我们点的是麻辣锅 这是大肠 然后还有这个米血 还有一些火锅丸子 然后还有一整个豆腐 还有鸭血 这是鸭血 鸭血 嗯 这个米血它煮得很烂 米血非常的烂 很好吃 好 果然 臭豆腐 是臭的 臭臭菇 里面的臭豆腐是 有那个 烫菇的臭臭的味道 我是妮妮香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 你们坐在车里面